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有YouTube频道 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 收听 收看 也很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公众的捐款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也能够让我们做更深度的报导 并且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我相信这一阵子大家在看电视新闻 或是在看报纸新闻的时候 大概都会发现台湾的立法院真的非常热闹 特别是在这一个会期开始 这个新人总是有新气象 这新气象可能很多人看出是打成一团 各式各样的攻防 然后各式各样的花招 不管是用杯葛 或者是主张 或是倡议 都让人目不暇己 但其实我们在看台地法院的新闻的时候 其实不要忘记的 除了这些各式各样的杯葛的招数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些法案正在审议当中 例如说到底核电要不要演绎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关注的议题 那另外一个议题也许没有那么多人关注 可是我觉得这在台湾是非常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一个法案 就是行政院在前一阵子他们制定的 这个所谓新住民权益保障法的草案 已经送交到立法院去做讨论 那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也有立法委员提出了所谓的新住民基本法 那也有民间团体谈到的这个所谓新住民专法 那这个法案已经经过了两次的朝野协商 但是其实我们的移民跟移工团体也在 6月19号跟7月1号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召开记者会到行政院前面去陈情抗议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案 就像我刚刚谈到 它具有指标性的作用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看待 这个在1980年代之后甚至可能包括现在的香港的移民 或是更早来到台湾各个不同群体的这些移民 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移民之岛移民之国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特别要邀请这个南洋台湾姐妹会的秘书长陈雪惠 来跟我们谈这一个法案的一些内容 以及他们的看法 雪惠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姐妹会的雪惠 文长先请教雪惠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法案 其实这个法案有不同的名称 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立法过程当中 会有不同名称是很正常 可是不同名称可能代表不同的意义 例如说行政院版本是新住民权益保障法 然后这也有一些立法委提出叫新住民基本法 那也有人就是包括你们就是所谓新住民专法 你觉得这个名称上面反映什么样的一种差异 跟对这个法案的想象跟理解呢 好我先分享一下就是那个新住民基本法呢 他其实在立法院第一次提出是民国106年 第九届吧现在是第十一届嘛 第九届有一位台湾第一位的新住民立委叫林立产委员 他在106年的10月提出的 然后同年的12月就在内政委员会开了一场公听会 然后那一届就没有人在讨论了 OK 那上一届呢就是有也是零星几个版本 但是就是都只有交付委员会而已 完全没有被讨论 那这一届一开始2月1号新国会了之后 开始就很快的冒出很多版本 那到现在也不过 这一次这一届的新国会也才四个月 三四个月左右 对四个月 然后很快就排到内政委员会审查 其实就移民公团体来说我们是措手不及的 那措手不及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移民公团体其实有讨论过 当年就讨论过新住民基本法 在当时也好或现在也好的社会脉络 它到底有没有必要性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它的必要性应该在移民法或者是相关落在各部会的相关的 它的不同部会的专责 对比方说社会救助法落入经济困境的一些移民 它该怎么做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相关的歧视权益的问题 那那个都不是新住民基本法定了就可以处理的 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说应该要先处理的 反而是这些已经现行的周边的法 所以我们没有想要去处理 没有想要定一个专法 来处理我刚刚讲的那些问题 那第二个我说措手不及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想要 我们没有觉得重要性 优先性要定 但没有想到才四个月 就是立法院就已经在内政委会 4月29号就开始实质审查条文 就是也没有想到三个月内 两三个月内 立法委员的卡丝他没 就是马上进入实质条文审查 那所以移民公团体就是 我刚刚讲措手不及 那我们为什么会把它称为专法 是为了要对外 对台湾社会或者是对政策制定者 有个诉求的时候 我们犯称它现在的基本法 或权益保障法都好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要指设一个专法 那并不代表就是说我们觉得 新住民应该要有一个专门的 针对新住民的法令这样子 那回到我刚刚讲的 其实更应该要修的是 现在现存的一些法令 已经有差别待遇的法令 或者是没有去顾及到的法案 应该先处理 所以从你们根本的想法是觉得不需要这样一个 不管是专法或是基本法 或是保障法这种专门性的法规 不需要这几个字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它不是这么优先必要 但如果国会有要讨论 或者是行政院有版本出来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讨论 然后讨论里面的内容 所以如果要的话 应该把你刚刚谈到的那种各式各样的问题 它本身是一个跨部会的问题 对不对 或者是它可能会有其他的 不见得是一个纯粹的所谓的基本法 因为基本法大部分是一个宣誓性质的东西 那你把它放进来 它就一定能够去符合 所以就算要定 也应该是跟你们有比较好一点 或者是比较长期的沟通跟讨论 那所以不管是基本法也好 或者是刚刚谈到权益保障法也好 在这过程当中 有跟你们做一些实质上面的讨论吗 刚刚我回溯那个 就是从106年提出到现在 只有106年那一次 有一个内政委员会的公厅会 就是林立财委员那时候 对 那个是七年前的 那在这七年以来 都没有立法部门或行政部门 跟相关的移民公团体 有做比较公开的讨论 当然私下可能有交换意见或什么 但我觉得那个都不算 那以这一次来说 从他4月29号排进内政委员会之前 都没有 没有相关的 不要说征询啦 就是几乎都没有 所以我才会说措手不指 包括在行政院在定草案的时候 也没有跟你们讨论过 其实老师我跟你 就是讲一下 其实行政院有这个草案是被逼出来的 因为是4月29号那一次的内政委员会 并案了几个立委的条文 而且进入实质审查了 然后内政才做一个 就是一个会议的决议说 要求行政院要在六月 不知道几号 六月中旬吧 把行政院版提出来 那为什么在六月中旬 是因为520新内阁 整个换新嘛 所以他就是说 520上任之后 再给你们一点点时间 所以你们六月要提出来 不然在4月29号那一次行政院 其实行政院从头到尾 所以是没有行政院版本 不认为要有 然后有这个立法院 立法院的版本 政院从头到尾 不认为要有所谓的 新住民基本法 或权益保障法这样的法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待会 再继续的对这个草案 来做一些比较实质的讨论 不过在6月29号 跟7月1号的时候 其实你们两度来召开记者会 甚至也到行政院 前面去抗议吧 那你们去抗议的诉求是什么 除了觉得说 应该要把各种不同的 讨论的过程也好 或者说把一些问题 整个整合在一起以外 还有哪些的 你们的主要的诉求呢 好 我们那两次的记者会呢 主要是回应就是 内政委员会两次的讨论 因为在讨论里头 我们发现立法委员针对就是 比方说新住民的定义 然后以及就是新住民的专责机构 那还有我们提到通议制度 通议制度没有放进去 然后当然就是提到说 这两次的委员会之前 甚至院版出来 都没有有系统的 跟移民公团体讨论 或者是专家学者 所以我们在第二次的记者会 有呼吁 内政委员会应该召开一个 正式的立法院的公听会 那所谓正式的公听会就是说 它是有足字稿记录 有列入记录的 对 然后有转播 然后各政党按照比例 推荐团体跟专家学者的名单 那当然就会 我会这么精准的讲 所谓的立法院公听会就是说 在6月11号之前 6月12号 6月12号是第二次的委员会 的前一天 有两位立委召开了 一场由立委自己办的公听会 那就是 当然我们认为那不是 所谓正式的立法院公听会 OK 所以包括整个程序上面 或是刚刚 一谈到的一些法案的内容 那我们先从这个法案的内容来看 因为我也看了这个草案的内容 其实我看完之后 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就是 跟现有我们政府里面的一些移民相关单位 他们所做的工作 跟这个草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是说实在我不是那么的清楚 就是说它到底跟移民署做的事情 或是我们看到 这个新住民发展基金 就每年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补助 移民署当然可能跟移民有关 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抓这个 非法外劳等等的这些角色跟工作 那这个法案 跟我们现在的政府的各个单位 他们做的工作有什么差异吗 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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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觉得 没有差异 没有差异 我这么外行的 我看这不是现在的部会都有在做 那为什么还要再定一个东西 然后如果要定的话 应该有更深入更实质更整合性的东西 但是其实我是看不到的 没有差异 它其实就是把现在做的相关的措施 服务措施 就是行政院一直讲 他们对于移民有八大照顾措施 零零种种的 包在这个基本法里面 那所以我刚刚讲说 我们去 我们开记者会的时候 我们一直诉求说 好吧 如果你真的认真想要讨论基本法 或权益保障法 好 那么我们就来讨论 他们现在新住民最挂在心上的 他们最困扰的 就是他们要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 需要跑好多好多的单位 然后语言不通 中文不好 通译的问题 对 通译的问题 常常不知道政府有这个措施 或者是政策改了 他们不知道 好 知道了去问 发现听不太懂 懂了之后 发现不好用 不合用 那就放弃低着头回家了 继续去面临他生命里面的困境 那所以姐妹会和移民团体 就觉得说 好吧 如果你真的认真想要处理 那就先从专责机构来讨论 现在移民署里面的一个小的组 是否没有办法面对我刚刚讲的那些问题 对 那么就来讨论说 那他应该提升到什么位置 对 所以我们去诉求的时候 我们就跟行政员喊话 好 就是好 因为我们第一次去记者会的时候 院板还没送进立法院 他们还在讨论 所以我们就对他喊话说 好 如果你真心要面对这个问题 那专责机构要提升到二级单位 就是在行政院底下 那行政院底下呢 它是一个委员会 就类似像这个客委委会 圆明会 这些的这样一个单位的概念 是 是这样的 那至少它要有两大功能 一大功能就是 它要主导整个台湾的移民人口政策的规划 它不是移民署底下的一个小的单位而已 它要有规划的能力 第二个呢 它要有整合各部会 横向联系的这样子的能力 那现在我相信移民署一定看见很多移民人口 尤其是婚姻移民的问题 在各部会 散落在各部会 可是他们有能力去喊得动各部会 说大家来讨论 然后我们要有移民的观点 我们怎么样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委员会的话 它可以横向的跟这些部会沟通 然后它会有移民工的观点 所以至少我们觉得是要一个二级单位 的这样概念 但是也很遗憾 就是我们开了记者会之后 隔美几天 院版送进立法院 他们的设计是 他的权文是这样 就是要有一个专责单位或专人 好来负责 那按照那个内政部长在委员会的寻达里面 他讲的是说 他们规划的是在内政部里面有一个司 司 对 比方说像现在内政部有什么护证司 什么什么司 然后他可能就是一个移民司 那跟我讲的说行政院的影响 那跟移民署的位阶有什么不同 平行 可能是平行 一个可能是机关嘛 OK 移民署它内政部的移民署 然后它可能就是一个行政部门 那规模可能就是30人左右 对 30个元额左右 那或者是有可能是30到100人这样子的元额 所以在这个内政部的草案里面 事实上完全没有提到未来谁要去执行 这么庞大的工作 可是我们现在的移民有包括只要 光是讲东南亚移民可能就有数十万人 所以不是一个在类似像客委会 或者是像一个圆明会的这个角度 那如果不是这个角度 它怎么去做其他部会的这种整合呢 就是因为它可能会涉及到 跟卫福部有关的一些工作嘛 或是涉及到可能 里面也会谈到这个歧视等等的问题啊 媒体报导可能NCC有关的一些工作 那如果是在一个移民司的这个角色 要做这种跨部会整合 应该会有很多的困难吧 一定是一定是 但我相信政院不会没有预料到这件事情 但依然把它放在这里 比方说像我们姐妹现在碰到 就是中老年 慢慢中老年 或者是她们作为家里的主要照顾者 她们有很多问题其实是长照 像姐妹会今年也一直在就是研究长照 那她就跟卫福部是有关的吗 对 她就跟卫福部有相关 或者是我们姐妹她 投入照服员的工作 她是跟劳动部有相关 考照什么什么的 那这些以后 如果是内政部里面的一个移民司 那请问她 她叫不动 对 但我不想说内政部你未来一定叫不动 但以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像联系 是不可能做这个事情 分工不合作的情况很常见 所以如果你真心想要面对 婚姻移民也好 或者是老师刚刚讲的 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或移工好了 因为移工现在我们看得出来未来的政策 留财久用的政策在做 然后未来会有更多的移民 那可能会跟经济部有关 是 然后它可能会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有关 它可能会跟港澳的相关条例会有关 那内政部叫得动吗 不可能嘛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有远见的基本法好了 你不从这个角度去切入 那你真的就是 我就严重怀疑 你只是想要虚应故事 想要回应一下例如 现在立法院朝着要新著名的一个专法 朝着要保障权益 朝着要有业绩 所以你赶快弄一个东西 但是你其实没有真心想要去面对 台湾现在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移民国家 然后未来你希望更多的移民人口进来 你在跟各国抢人的情况下 你到底看不出来就是他们的诚意 这也是我们两次抗议一直想要点出来的重点 不过一个回到更根本的问题 也是在这个法案里面蛮大的一个争议 就是到底怎么去定义所谓的移民 或怎么去定义所谓的新住民 因为有人会说这个新住民不会永远是新住民 所以有一天他就会成为中华民国国民 然后这个新住民的身份是短暂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值得去讨论 到底什么叫新住民 那虽然台湾是一个移民的社会 但是我们会看到 不过早期的原住民也好 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客家闽南 或是比较晚一点的外省人 或是比较更晚一点的 就是1980年代来的 这些东南亚的移民 那到底每个都应该像是 不同的阶段都是新住民 但是你不会说 你不会说所谓的客家族群是新住民 那我们讲到新住民 大概就明确的界定是 以东南亚移民为主 当然现在包括港澳或是一些白领 这种欧洲来的 欧美来的也应该算是新住民 可是这个新住民的身份应该要多久呢 这个其实到底怎么去界定 好 其实移民工团体 我讲移民工团体比较是 移民移住人权修法联盟 那我们有聚集了一些就是 像移民的团体移工团体 妇女团体人权团体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 我们在讨论这一题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也经过了一番的辩论 包括刚刚老师没有提到的 所以移民工团体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 应该是说我们提出我们不同的看法 但最后我们达到了共识 那包括老师刚刚没有提到的就是新二代 新二代 像这一次的这个相关的版本里头 也有人直接把新二代当作新住民 或者是说相关这个法未来定了之后 会扩籍保障新二代新住民的子女 那像他们就是土生土长在台湾 那是另外一期 而且他一出生可能就说 我们国籍的身份 那还可以算移民吗 我想应该很多人有只有移民 对 所以我们针对的这几个东西 我们有说畸辩吗 不同角度的对象 比方说我们团体里面有新二代 那新二代对于他们要不要被纳入这个法 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这是另外一题 先回到就是什么叫做新住民 什么是移民的这个概念 大家最后的共识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认为居民居住在台湾 或住民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认同的共识 那如果我们从住民或居民的角度的话 那么具有移民背景的居民 或具有移民背景的住民 不管你是用居留身份 永久居留定居 或者是你规划了 那么你就是这一个 我们称得现在在讨论的新住民或移民 那么当然只是第一代 就是没有所谓的移民二代 也是所谓的新住民 我刚刚讲的新二代可能就是了 因为你已经是在 你在台湾 特殊的一个转换 那另外就是移工 移工也是嘛 那移工呢 他虽然透过转换国籍的比较少数 他大部分是用居留 因为他们是工作来的 当然如果他未来有移工留财久用的身份的话 他可以永久居留 那也有一些人就是规划国籍 但是现在因为台湾法令还没有 没有顾及到这个部分 就移工到底 移工现在能够规划国籍 大概要透过结婚 对 那也有少数 少数是这样子 那但是我们认为 他虽然没有规划国籍 他在台湾的居留 平均来说是十年以上 一个移工可能是12年 留财久用的话是14年 那他们14年住在台湾 当然是他们是住民 是居民 应该考虑他们 在台湾这个土地上的权益 所以也应该要受到相关的法令的保障 对所以我们是这样思考的 所以简单来讲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从你们的角度 包括可能包括移工在内 至少我们讲的是 不会是讲的是什么外省人 什么客家人 这些都比较早期来的这些族群 而是他有经过一个身份转换 所以包括香港人 他可能会有身份转换 包括这个白人 他们会有个身份转换 那然后移工也有可能 有身份转换 现在目前的法令 虽然没有这么直接的身份转换 对 所以这个都算是 那二代不算 二代他出生就是台湾人 OK 对 但是 可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妈妈或者爸爸是移民 然后他有保障 然后二代又是另外一个身份 然后适用法规不同 可是他们是一家人 他可能不一定到的问题 可能是类似的 所以后来 我觉得这个法后来的 行政院的版本是 我们觉得可以接受 就是说 他可能不叫 他在定义里面不叫新住民 因为他的法 他的第二条马上就 针对新住民这几个字 先做定义 他没有把新二代定义进去新住民 但是这个法呢 会保障新住民的子女 他的相关条文 比方说教育 比方说公共参与 比方说新住民发展基金 他仍然可以扩及到 新住民的子女 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妥事的 就是他不称为新住民 可是如果回到那个转换 那如果转换到什么样的状态 例如说 他总有一天会取得做好民国的身份 可能是三年 可能是五年 或者是一段时间 他总是会取得 所以也有人会认为说 当他取得中华民国的身份之后 那这个应该就消失了吧 这个权益保障法 应该就不属于他们了吧 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事情 好 的确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声音 而且这样的声音很多 来自于台湾人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那你既然都规划过激 你就是台湾人 你和我们一样了 那为什么你还有个特别法 那你是不是两边的好处 你都要拿 就是姐妹会的脸书 也出现很多这种质疑 甚至有人用更强烈的字眼 去批评说 拿到身份证就要认同台湾 就台湾人 你还有什么新住民 还有专法什么 就是这种感觉是 也比较愤怒的情绪 但是好 我们回到实际上新住民在台湾的生活 他其实并不会因为他规划了国籍拿到身份证 他的生活有很大的转变 跟就是说 就跟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一模一样 那大家可想见的就是 语言就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劳动 或是歧视 对歧视 还有他们学历不被认证 那渐渐影响到相关的劳动的那个 所以你说他拿到国籍的那一刻 他是不是就跟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一模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尤其他的前面的 他的第一人生 他的20岁之前就是一个外国人 那所以在就是在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觉得第一代的新住民他即便拿到国籍 即便有了耐指身份证 我刚刚讲的这些困境都还存在在他的身边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需要有政策跟法令去撑住他们一下 当然是不是需要一个基本法 还是回到各自相关的专业的法令去处理 我觉得都是可以讨论的 都是可以讨论的 但我觉得第一代的移民很难切在三年 比方说也有人提出一个看法 那你拿到国籍好吗 拿到国籍之后 你可能还是中文不流利 然后你就业还是那个什么 而且你还在 还是财力胜利 学力胜利这种 对 你还在育儿阶段 然后什么的 所以我们都给你讲 那三年总够了吧 三年你应该 或者经过一个考试吧 这以前在移民法里面 就有讨过类似的东西 对 三年你可以了吧 你应该可以在台湾 就跟一个台湾人一样 那么自由自在 然后就是不被歧视 但是我们实际上看到 我们很多姐妹 她们在台湾可能十年十五年 还是问题是一样的 问题是一样的 应该是有点改变 但是并没有完全的消失 是 她可能 我觉得可能是姐妹们更知道 怎么在台湾社会里头求生存 但是那靠的可能是自己的力量 怎么求生存 那或者是说她更认识很多的支持系统 来协助她 可是很多根本的问题 其实还是存在着 碰到很多个案 应该讲到想说 所谓的移民身份的结束好了 那这个转换的过程的结束 她可能没有真正结束的一天 即使拿到身份证之后 她的在文化上面的适应 或者是她被这个社会的接纳程度 或者是这个社会里面相关的设施 不管是软体的或是硬体的设施 对她们的平等尊重 或者是一种对等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待遇未必都还是存在 是 是 就是那个真正平权 真正平权在移民的意义 一代的整个生涯里头 即便到她的老年 都有可能存在 光说我们姐妹 有的来台湾二三十年了 像我们现在我们都自称 姐妹们都自称自己是老娘了 真的就是都二三十年 开始五十五岁 六十岁 她们的口音都还在 那连搭计程车都会被司机拒载 因为听到她们讲的是 有越南口音的 东南亚口音的 对 所以那个骑士 就是我光讲歧视这些事情 其实也不是只有一代 就是我自己认识到很多的二代 她们其实也都不敢承认 自己是二代的身份 对 认同 所以这个因为过去的媒体的报导 或者社会对这些 她的母亲爸爸不友善 所以那个压力 或是那种 这种所谓的缺乏信心 也在这些二代的身上 是会发生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 我觉得蛮重要的意义 主张应该要把这些来临的移工也纳进来 那可是有些国家 也许在你再多了一段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的 经过一定的程序 你就可以成了这个移民 但是有些国家还是觉得 移工就是移工 他只是一个短暂来这里工作的人 不应该算是移民的一部分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讨论后面的话题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周翔 我们现在的观众或听众朋友 你可能会听到雨声 我们节目录不到一半 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 就突然间下大雨 希望这个雨声 只会带来情绪 不会带来干扰 好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我们要继续跟他谈这个新住民 专法或是新住民基本法 或是新住民权益保障法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南洋台湾姐妹会的秘书长 陈雪慧 雪慧你好 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现在雪慧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 也跟我们谈到了一个定义 我觉得光是定义这件事情 应该 就应该好好的充分讨论 我想在台湾 很多东西都视为理所当然 例如说 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移民之岛 然后都有先来后到 然后不管是从早期 原住民的这种南岛与西来 或者是唐山过台湾的故事 或者是1949年这些从中国来的这些大量的移民 或者后来都是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移民 但是移民的时候 但是什么叫移民 怎么去谈到移民的保障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严肃的议题 但是很可惜 没有太多的时间好好讨论这件事情 我指的是在我们的政治的领域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 再跟大家做更多的这种讨论 那刚刚谈到有一个移民的定义 在里头 其实有一个就是到底要不要把移工放在里面 那我看到行政院的版本里面 原本是有把这个白领的移工 是纳到这个移民法 新住民这些相关法律的里面 可是没有蓝领的移工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就是要嘛你就不要放 那要嘛你要放的时候 为什么只有放白领的 而没有放蓝领 没有放所谓的 我们在讲说东南亚的移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你们觉得要把移工这个概念 放在这个新住民的法规里头吗 其实我们内部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发现讨论到最后 最大的根源其实是在 台湾的永久居留制度 永久居留身份 它里面是空的 就是你从居留 你可能进来工作或结婚 不管你一刚开始一定是居留 然后居留到了一定年限 符合一定的标准之后 其实你有一个身份是可以过渡的 那个叫做永久居留 但是目前台湾的 真的会去申请永久居留的人数比例非常少 要不就是继续用一般居留的身份 要不就是你走规划的路 那真正会到永久居留的人数很少 原因在于它的申请门槛相对比较严格一些 其次呢你申请了之后 里面的实质权益是很薄弱的 很薄弱的空的 所以导致这些身份的移民要转换 到台湾要安居乐业好了 安居乐业它不会去走永久居留这条路 那因为你永久居留没有很扎实 包括就是说你各项的生活权益的保障 然后包括你是不是有基础 最基础的参政权等等这些 其实在永久居留的身份里头 在台湾是没有人在管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不就是居留 要不然就是规划国籍 好那回到刚刚老师讲说 行政院版本很有意思 他把白领就是所谓的技术专业人才 比较是经济型的移工 这群人当作是住民 在这个法里头他保障他 那其实要保障这群人 应该要回到我刚刚讲 那个永久居留那里去保障他才对 可是因为没有人去好好的研究永久居留的事 所以他们就把它拉进来 因为现在有一个现成的东西要立法了 所以就把这群人拉进来保障 好那当时我们在看这部法的时候就觉得 这有很明显的阶级歧视嘛 你都是移工都是来工作的 或者是来投资的 那为什么来工作做白领工作的人 他就受这个法的保障 然后来做蓝领工作的更辛苦的 更有危险性的这些人 他就没有呢 那如果回到我上半段讲到的说 我是用住民的概念 居民的概念 他们在台湾是居住10年以上的居民 那就应该要纳进来啊 一起在这个法保障 但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应该是去处理 是不是我们应该充实永久居留制度 让这群因为工作 他可能像老师说 他短暂10年14年顶多 他可能就要离开了 除非他有别的原因继续留在台湾 那他其实可以走永久居留这条路 然后好好的在这边讨论 他用永久居留身份在台湾 他应该要怎么受到照顾 他的权益应该要怎么就是被保障 就不用全部都捞进来叫做新住民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思考的方向 所以你会觉得移工可以自然成为 或经过某种程序成为 这种中华民国国民的这种身份 或者是一种永久居留的身份 那其他国家是怎么去界定这件事情 或是怎么去做有关于这些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国家他们 只要你在这里 即使你没有取得这种所谓永久居留 或是国籍的话 你还有某种的公民权 他可能是有些地方 你还是可以投票等等 那你怎么去看在台湾这种状况 就是说也会觉得说 随便就可以成为中华民国国民 我们为什么要把资源要去分享给这些移工呢 那移工来他可能 挺多是做劳力的工作啊 对国家的生产力啊 对国家的进步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那虽然人口增加 虽然可以减少少死化的问题 可是对国家的发展 可能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啊 所以他当然会出现那种所谓的差别的待遇 甚至会出现 就干脆就不要去把这些人 让他可以自然而来 或是经过某种程度 就成为该国的国民 好 我可能没有办法系统性的去说 到底现在哪些国家对于移工是 他是很有善的 然后马上可以转公民的这样的统计 但是我举个例子 就是比方说现在台湾因为高龄化 尝照的问题很严重嘛 那其他国家也一样 不是只有台湾面临高龄化的问题 那像最近我们就发现日韩 离我们最近的日韩 远一点的加拿大 他们都公布了一个新的措施 什么措施呢 就是你如果是进到他们的国家 去做照护照顾人力的 就好像台湾现在在做居服员 或者是家庭看护工的这些人 你如果是从其他国家来的 越南来的什么来的 那么你用这种身份进来的 你就可以取得永久居留身份 人家是这样子在挽留 吸引他的国家需要的人力 即便他做的只是照顾工作 就家庭里头的看护照顾工作 所以刚好是说他们进来对台湾的发展 我觉得是他们对台湾的发展很重要 台湾是会一天都没有办法少这些人 家庭也是 你看喔 如果你现在把在家庭里头 帮忙照顾的这些看护 看护移工拿掉 我们哪些家庭就没办法运转了 完蛋了 然后产业移工厂工更不用讲 我们的工厂线就要停工了 我们的公共工程就要停摆了 所以这群人对台湾重不重要 我觉得这也不需要讨论 就是那么重要 那我们怎么留住他 人家别人国家是这样做 我们怎么做呢 好那我觉得台湾不是没有看见 台湾也不是不知道 我们得要跟周边的国家抢人才 所以台湾几年前推出了一个 移工留财久用的政策 那白领移工蓝领移工都可以 只要你薪水在一定的金额以上 然后你提出申请就可以 当然这个是一个 好像台湾政府看见的说 我们也要有一些吸引这些移工的人 我们需要这些人才到时候 我们没有人要来台湾工作 可是这个移工留财久用 还是有很多的门槛 移工团体批评他 你那个金额家庭跟户工 根本就不能申请 其次一定要雇主才能提出申请 移工自己没有发动权也不对 所以这些都需要再改进 但是在这个改进的同时 我们就看见说未来 可见的未来 四面八方的人来到台湾 那你要让他留下来 你就是要有这些权益保障的东西 你要更清楚更完善 甚至你要有一些捷径 你看人家是一进去就可以永久居留 那台湾吸引这些人的捷径是什么呢 没有 而且国会没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 也没有人在监督行政部门说 你要赶快提出来 所以如果说有人提出来这些东西 整套的有系统等 那我们今天就不用去争执说 新住民基本防护权益法 到底白领蓝领什么要放 可是其实回来 我觉得新住民基本法 这个行政院版跟个文的版本 也真的是蛮笨的啦 就是这个差别待遇这么明显 很明显会被 很明显会被 很明显会被踢一脚的东西 为什么会呈现在你的法案里头 那你很容易就是阶级歧视啊 然后你很容易就讲说你爱富贤品啊 就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移民内部的移工团体也觉得说 他们移工白领蓝领 应该是另外一套系统的讨论 但是他们看不下去 这个权益法里面 基本法里面把白领放进去 蓝领不放进去 好嘛那既然你要放白领嘛 对你既然你要放白领嘛 那蓝领就一起来咯 是 但是不管是放不放 我觉得说应该还有个讨论 因为有些国家 其实都是很开放性的 然后到底谁有贡献 谁没有贡献 他绝对不会是因为你的工作类型上面 就有这么大的差异 让你照顾有不同 可是你说家庭的照顾重要 还是一个在高科技的研发上面重要 如果你今天没有人帮你照顾家庭 你是一个高科技的人才 恐怕你也得要留在家里面 照顾你的这些家人 所以这个重要性 你其实很难 从一个纯粹的工作类型去做衡量 那当然在一个法案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设置啊 包括他的这种 刚刚谈到的层级的问题 或者是他所包含的 这些办法头的问题 都可以看出某种的价值 因为法律经常会反映出 这个立法者 或者是这个社会里面的价值 特别是立法者的价值 那从这个法案里面 就看到有些很有趣的现象 例如说有某些词会用的比较多 例如说 照顾协助然后辅导 这种好像你是一个弱者 然后我要去协助你的这种用词潜质 我觉得你不管是不是用那些字 但你在阅读的过程上 你会发现他透露出这种想法 但是相对之下所谓的反歧视对等 或是公民权等等的概念 在这个法里面他谈的比较少 我不知道事实上是不是无耻 这是我自己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 来去读这个法的时候看到一些现象 跟问题 他背后的价值 可是从那个角度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价值呢 老师你一直说你是外行人 其实你看你真的是看门道 我们在看这个法的时候 也是觉得他一直在复制一些就是刻板印象 然后包括就是说他认为这群人就是很弱势 然后没有能力的 然后需要被辅助照顾的 然后他们会用很多社会福利的等等 所以就是包括还有就是他们里面的相关的 比方说家庭服务也锁定在比较是传统的性别角色的 比方说你就是需要育儿的帮忙 然后你需要家庭协助 然后你的婚姻协谈类似这样子 那比较是一个人作为个体应该要的 比方说法律相关的其他权益 然后心理支持 然后还有就是各种 不是所在不是绑在家庭里头的相关权益 其实他这个法几乎都没有谈到 那这也是我们批评他的地方 就是一直在复制移民的刻板印象这样子 的确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相关的那个诉求里面 我还为此 我和新二代还为此 写了一些就是修正条文 希望立法委员在讨论这个法的时候 能够用修正动议的方式 去让这个条文可以更清楚的 不要去反映我刚刚说的 就是你觉得婚姻移民就是 都来用我们的社会福利的 然后很需要帮忙 然后赚不到钱 然后小孩也没办法好好照顾 因为就是没办法教小孩的这种标签 对 他们也是一个主体 也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有能力的人 应该这样子看待 这样的一群新著名才对吧 这也是姐妹会多年来 一直在跟台湾社会对话的 早期大家一直讲婚姻移民 就是来自于东南亚的国家 因为他们经济发展不能很落后 然后所以就这样子的看待他们 但是其实我们身边的姐妹 都只有中文能力不好而已 甚至他们会使用三种语言 四种语言 可能比台湾人会使用语言还要多 还要多 对有的台语客语 来台湾马上就学会台语中文 客语 然后他们可能自己还自己讲母语 母语可能还有两种 那可能还会讲英语 对还会讲英文 所以像他们的语言专长就没有被看见 然后一直被看到的就是那种刻板印象 对 那在这个法里头 我们认为一个法 进步的法 要作为上位的这种基本法 还复制这些东西 其实是很让人家心惊胆跳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些条文 希望能够放进去 然后扭转一下 法毕竟是带动整个社会的 就是对这个族群的看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对 所以也希望就是到时候写商的时候 如果这个法真的 真的很快就在下个礼拜要三度了 那我们希望他可以在这个部分做调整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会看到有一个群体 就是新二代 就是这些新二代成立的一个移民法的 这些修法的这些一个团体 那这个他们本来就有一个新二代留生机的 这一种群体的这种一个团体的存在 嗯 那你怎么去看 就是你长期也采与了姐妹费 非常长的时间 应该姐妹费 刚成立的时候 你就应该是就在里面了 跟他的妈妈一起成长 然后 然后又看到他的小孩长大 然后这个小孩又出来 采与这个公共事务 你怎么去看待这一群所谓的新二代 或是新二代在这一场倡议当中的一个角色 或是他的意义 新二代啊 在台湾就是 在台湾就是有两种极端的看法 然后一种呢 一种就是认为 喔这群新二代表现得好棒喔 然后他们都 尤其他们早期来的那一批 1980 1990年代那时候的二代 现在刚好长成都出社会了 所以社会上很多新鲜人 这都是新二代 那可能会被提出来讲 喔他们是医生是律师是老师 然后他们得了什么奖 前阵子班的总统教育奖 里面好多是新二代 但是也有一群新二代 因为认同的关系 迷失了 然后就是没办法认同自己 然后在社会的角落里面 然后没有人看见他们 也不知道从哪边求助 所以其实他们有两种极端的呈现 那我看到 我看到他们的成长其实很开心 但也很忧心 所以这两群人我们 希望就是说不要被特别的说 就是标榜出几位很好很好的 然后反而没有看见这群 需要帮忙的人 所以回到刚刚老师讲说 从小看他们长大 然后跟在我们旁边这样子 做组织工作啊 然后跟着妈妈 然后看见他们跟妈妈之间的那个关系 那么紧张 跟家庭的关系很紧张 然后现在跟我们一起出来倡议的时候 其实心里是很感动耶 就是 就是 常常觉得就是 有人来接班的 就是你知道 做社会倡议工作啊 很怕一种事情 就是你在前面冲啊 喊啊 然后那个 对 你回头看的时候 发现 那都没人 对那 这一次尤其新著名基本法 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说 你回头看的时候 你发现有人 然后 而且他们的论述能力 论述能力很好 然后行动力也很敏捷 那对于像姐妹会这种老娘 有一些工具我们用的不是很好 比如说短影音 懒人包 然后社群的串联 就由他们来补位 我觉得就是 就是 很 感觉我们的力量又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是等于三等于四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也让 相关的政策制定者 行政立法部门 看见这群二代 然后 长出新的力量来 然后 进而去看见他们的主体性 然后听见他们的声音 对 我觉得这也是展现出 不要把新二代就是好像 问题化或是弱者化 或者是变成 刚刚谈到你提到另外的东西 样板化 对 我觉得这其实可以让这个社会里面 看到不同的新二代的这个样貌 就跟台湾社会里面多元的组成 每一个不同的群体都有不同的样貌 这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你 不过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难 就是在你的记者会当中 特别是新二代提到说 这个法案没有前瞻性 但是其实你会觉得说 其实也不一定要有这个法案 但是要有的话的话 就好好把很多东西讨论好 那怎么样呢 它有前瞻性跟完整性的 就是如果简单来说 你觉得这个法假设真的要定的话 有哪些是必要 必须存在的 不管它是一个法条也好 或是概念也好 其实怡萌曾经讨论过这件事情 但不是针对这个法 有没有前瞻性 而是针对台湾到底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移民政策 人口政策 那过去我们一直觉得 行政院应该来 应该有一个 比方说人口委员会 或国发会好了 应该有一个 人口政策里面 包括移民的这一块 然后当然包括高龄 小子女化这些都应该是 台湾的人口政策在一起 那我觉得 这个可能不是新住民基本法做得到的 但是 台湾现在一直没有重视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 我还觉得蛮紧张的 那之前在 就是八年前 我觉得 那时候应该是小英政府吧 包括还有这一次 就是 新政府选举的期间 我们其实都在不同的场合有提过这件事情 就是说 台湾的移民政策要做一个 要有一个纲领 有一个定位 那各部会就依照这样子的政策去 你相关的作为 但是现在没有看到 那所以我觉得前瞻性可能不一定是在新住民专访 不是这样的思考 就是不是已经来到台湾的这群人而已 而是 我刚刚说 我们怎么吸引更多的人进来 然后这些人 我们要用什么身份 让他们在台湾 然后他们应该有什么权益 然后跟台湾社会应该要怎么 融 多元 什么多元 然后平权 这些应该要怎么处理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期待反而是这个 就说行政院或更高的 总统府好了 总统府 我随便乱喊了 总统府 如果是总统 我就觉得应该有一个人口政策办公室 由总统直接去处理这件事情 然后移民只是这个部分的一块 然后各部会按照这个纲令 去拟出10年计划来 未来的 甚至20年计划来 然后我们相关所有的软硬题 应该就是这么去做 我觉得这 听起来不是纯粹的在移民政策的问题 我觉得特别是在台湾的一种 文化政策或是所谓的社府相关的政策 都一直缺乏一种价值 或是那个主体的方向 但是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于法规 在技术上面怎么去安排 怎么去铺陈 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是 这个法就算定的 如果按照原来行政分析版本定 你会发现他都会管一些琐碎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部会做过的事情 那或者说在法律的条件当中 他反映出某种的那种家父长式的价值 就是我要来照顾你 我要来去协助你 我要来去辅导你 那这个法定的价值 还在跟他是有落差 所以我们想要倡议的价值是有落差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法 又反映出某种的价值 所以那个价值的本身 这个国家到底怎么去看待 不同时期来的人 那这个是也很重要 怎么去看待文化 怎么去看待整个的 这种人口的政策 或是福利的政策 都是很重要 但相对之下 这种看不到 但是从法当中去反映出某种 好像有点问题的价值 对 是这样没错 所以如果我们那时候就在讨论说 这个法不过也没关系 对 然后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讨论 然后这个讨论才是珍贵的 这个讨论的过程才是珍贵的 然后因为这个对话 我们找到差异跟相同的 就是这个过程 对台湾社会才有价值 对 就是一个 不管有没有过 但是都还是要去关心的吧 然后如果真的要过 那就好好的 完整一点的 把一些该有的东西都要放进去 OK好今天非常谢谢雪慧 谢谢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 来看我们节目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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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